主料,鸡蛋两个,低筋面等35克,主料,牛奶20克,植物油20克,细砂糖5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用鸡蛋分离器,把蛋清和蛋黄分开,用电动打蛋器把蛋清打发,起于眼淘,砂糖等三次加入蛋清,第一次加入打发,第二次加入,第三次加入砂糖打发。 这可以拉出牛角尖,蛋黄加入砂糖调散,不要打发,加入牛奶跟牛搅拌入,如果筛好的面粉搅拌至粉末消失即可,打发的蛋白加入调好的蛋黄里搅拌至融合,不能打圈,把调好的蛋黄也全部倒入剩下的蛋清里,用同样的方式搅拌,倒入模具,正底下放入烤箱,烤箱可先预热,温度150度50分钟,烤好后端出, 出来倒扣,冷却后再脱膜,烹煸技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